大家好 今天邓师傅做了一件事 做这个fine-tune pack 不过是小提琴版的 小提琴是在卡路上买的 这支琴很厉害 这支是Suzuki Suzuki是会做小提琴的 现在就找不到 这个成人的Beginner需要很好扭 他买了一个很適合追导的fine-tune pack 所以这个pack是非常适合新的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位置就刚刚捉到下去 不过它用了太厚 它有一个中间的坑和槽 这个槽就刚刚可以配在pack box中间 即是这样 捉完后就火龙了 所以要做什么呢 正常来说 安装的时候 就要用Rimmer 把孔转带 这个有不同的追导 追导就是收入的比例 不同的比例是有不同的效果 所以转带它之后 它拍了 有蜡就不行了 这些牌子叫HERDIM HERDIM也是名牌之一的工具 我们现在用Rimmer 就不行了 因为这边的洞太大 这边的洞太大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What we need is a sandpaper 根据Rimmer的做法 如果洞太大的话 就要把沙子 放在pack box中间的内壁 黏好之后 就把那个洞 弄回它少许 它没有黏 可以放在上面 令到它们的pack box 那个外壁 就是你的外壁 重新迫回到那个洞 让它很确实地接合 那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黏死了之后 你将来想移动 用不到的 千万不要用HERDIM膠 提琴大机 所以用有机膠水 可以用木的膠水 或者提琴师傅 会用动物膠 用有机物料煮成的膠水 是有得买的 当然因为要煮 于是就发现一些 黏木工用的膠水 你看外国的木工片 经常有支梯崩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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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扭螺丝很快就继续了 但是这些 正常来说 千万不要找螺丝扭 真的会弄到 一来那代 就发明螺丝 二来 螺丝很紧密 将来位很快 但会影响发声 所以这个音乐是MAK MUSIC 我们不是MAK GAS 现在我开工 首先拆下这四个Head 然后把它拆出来 然后把沙子补回 然后把它撕进去 然后把它切掉 这样 把它磨好 然后 按这个 握手的需求 安装 Eva Pirazzi的 烧花衣 开工 好 好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裁剪 要把它磨好 要把它磨好 然后把它磨好 好 安装完了 OK 大约是这样 可以放得太多 是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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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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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